好,接下来我们讲Kale Divergence 那我们知道的是 Entropy代表的是 要传一个RandomVariable的Distribution P 最小所需要花的Bit的个数 对不对 以平均来讲 那Kale Divergence 想要问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我在设计这个Code的时候 我用的呢 我考虑的这个Distribution 不是真正会发生的那个Distribution P 而是我以为它会是另外一个Distribution 假设这边我们叫做Q OK 那当我今天 我用Q的Distribution 去设计了一个Code 那我用这样子的Coding的方法 去传P的Sample 那一定不会是最好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用P的Distribution 如果我知道的话 然后我Based on P去设计Code 那LowerBound就是这个Channel Entropy 那如果今天Based on Q 那它一定不会是Channel Entropy 对不对 那Channel Entropy已经是LowerBound了 所以我用Q去设计的Code 应该会多传一些Bit 对不对 那Cale Divergent就是想要问就是 那你要多传几个这样子的Bit OK 所以换句话说呢 Cale Divergent是说 当我今天我没有办法真的在Coding的时候 知道一个Tru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的时候 那我用了一个Approximate 那这样子的话 我要多花多少个Bit 也就是说我在做Transmission的时候 我要多花多少成本 去做这个Communication 好 那Cale Divergence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成以下这样子的格式 好 那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Cale Divergence呢 它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双杠 对不对 那后面放Q 前面放P OK 那我们会讲说 这个这样子呢 叫做Kale Divergence From Q to P OK From Q to P 不是From P to Q 也就是说 我从Q去设计的Code 我看看对P来讲 那我要多花几个Bit OK 那有时候Kale Divergence呢 也叫做Relative Entropy 不过在Machine Learning里面 我们通常会叫Kale Divergence 那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它是Expectation of这个Log P去Over Q OK 那注意一下这个Expectation 在取的时候呢 我们是假设X 它是On的P 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OK 那各位把这个Expectation 如果展开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它就可以写成是后面这样子的式子 那后面这样子的式子 你会发现是什么呢 是前面这个Term OK 这个Term呢 我们叫做Cross Entropy OK 然后去减掉 X 当它是Follow P这样子Distribution 然后去选择的时候的Shener Entropy OK OK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定义 就是Kale Divergence 我们是说有多少Extra bits 对不对 那你如果用Q去Encode的话 那相对于P来讲 你会多花多少成本 所以很自然你看到的就是 那这个词谓的Extra 就是额外的嘛 那你就是要去减掉什么 你就要拿Q它所Transmit的bit的长度 去减掉拿P这个Distribution 设计的Code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代表的是 拿P去设计的Code的最短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Extra的意思就是 藉由减掉这个Base on P去设计的Code的长度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X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呢 前面这一下 其实如果它不减H Under在P时候的Entropy 那它就是直接拿Q去Transmit P的Sample 所需要花的bit的长度 OK 所以Code Entropy基本上就是描述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今天呢 你直接拿这个Q Base on Q所设计的Sample 可是呢 去送这个P的这个Value的话 那这个是你要花的长度 OK 那这样的长度去减掉这个LowerBound 那就变成是你的Extra的bit OK 所以Code Diversion跟Code Entropy 其实是基本上一个呢是X 那一个呢是绝对值 就是你在不perfect 在imperfect的情况之下 你要传的bit的长度 OK 好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Entropy Relative Entropy跟Cross Entropy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在Machine Learning呢 我们常常用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来解问题 好 比如说 如果今天 P跟Q呢 这两个function 它们之间是没有互相share一些parameter的话 那么 如果今天呢 我要设计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今天 given这个所有可能的Q 在这个Code Divergence里面 那我要去minimize这个Code Divergence 去找一个Q去minimize这个Code Divergence 那其实呢 会等于 我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我去找那个Q Such that 我去minimize Cross Entropy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Code Divergence呢 其实如果照上面这个式子来看的话 它其实只是 就是Cose Entropy 再加上 说说 这个Cose Entropy 再减掉 这个Shaner的Entropy 对不对 好 那这个Shaner Entropy 我们发现这个定义呢 如果P跟Q是没有关系的话呢 那 这一个部分 其实对Q来讲 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就是换句话说 你给它不同的Q 这个式子是常数的 OK 所以在这个problem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项 忽略了 那 基本上就是 我们解下面这个问题 OK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我们要找 Q去minimize 这个Code Divergence 对吧 我们其实等于是 我们今天要找 一个Q去maximize 去minimize 说错了 minimize 这个Cose Entropy 好 那 这个Code Divergence呢 有一些性质 还蛮重要的 在machine learning里面 那 希望这边大家可以 稍微记一下 好 第一个是 这个Code Divergence呢 不管对于任何的 P或是Q来讲 基本上它永远 都会是大于0的 OK 好 那什么时候 这个Code Divergence 会等于0呢 就只有 P跟Q 基本上是 almost sure 的equal OK 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们才会是0 那 如果P跟Q 它对应的这个X呢 是Discrete的话 那almost sure 其实就会 等于就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只是针对 Continuous的时候 好 那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它会大于0呢 那其实不难看得出来 好 如果我们今天 假设 这个Q跟P 都是normal distribution 但是呢 这个μ差了一点点 它们的mean呢 有一个距离 那 这个时候呢 我去算 这个Code Divergence from Q to P 的话呢 你会发现 就是 把Q的这个 每一个 每一个部分 就是 取一个负值 然后去加到P 换句话说就是 P去减掉 Q的每一个值 OK 然后呢 这每一个值 把它加起来 那换句话就是 把后面这张图的 紫色的这个面积呢 把它加起来 OK 那就是这个面积 OK 这个面积 紫色的部分 那这个紫色的部分 面积就是 Kale Divergence 所以 自然而然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不管这个Q跟P怎么差 这个距离怎么差 它们最小就是0 对不对 就是 当今天Q跟P 的这个mode mode 就是最高点 这个mode 是 是一样的时候 对不对 那只要有差的话呢 基本上 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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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出现 这个面积一定是大于0 OK 好 那另外一个特点 是这样子 这个 Kale Divergence 呢 它是 Asymmetric OK 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知道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 Kale Divergence from Q to P 其实并不等于 Kale Divergence from P to Q OK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 Kale Divergence 它虽然大于0 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major 它其实不是一个major OK 它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是 是有 Symmetric 的特性 那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也不难看得出来 你可以看 Kale Divergence 这个面积的形状 其实不是对称的 对不对 那当然 以normal来讲 这两个是中型 所以两个normal 基本上都是对称 所以你这个时候 Q from P P from Q 基本上它就是flipping 可是 对于 如果你今天的distribution 也不见得是对称 比如说你是screw的normal 那这个时候 这个 Q from P 跟P from Q 就会 是不一样的 OK 那这个 其实从这个图也可以 看得 不难看得出来 就是 基本上这个Q Divergence 它的面积加起来的部分 那个contribute component 并不是对称的 对不对 好 OK 那 那 那 在machine learning里面呢 所以我们 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 如果今天我given了一个P 那 我想要找一个Q 然后 这个Q star 然后 它基本上去minimize Kale Divergence 好 那 因为呢 我们上个头影片 才学过 就是 Kale Divergence 它并不是symmetric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 我们就有两种 这个 problem的formulation 我可以试着去找个Q star 它是 从from 这个位置来的 也就是说 我可以找一个Q such that 它去minimize Kale Divergence from Q to P 那 我也可以找个Q star OK 好 我们上标to 它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 就是 这个problem 的minimize 好 那这个problem是什么 那我去找个Q 它去minimize Kale Divergence from P to Q 所以我去找个 to to 的minimize 好 那 这两个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到底要用这个 还是要用这个呢 好 其实是会 depends on 你的application 想要 达成的 是什么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 简单描述一下 好 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你选择前面的话 前面这个 就是你要找到的是 Q star from 的话 那它代表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Q 会是长的什么样子呢 这个Q 基本上 会 试着 去 去 对这个 P 有high probability 的那些地方呢 它 也会给 high probability OK 那 如果你今天呢 你是要去解 后面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要去找 Q star 2 的话 那基本上 你会找到怎么样的Q呢 你会找到 那个Q呢 它基本上在 P有low probability 的时候 它也会给 low probability OK 所以一个是 一个是跟着高的时候 from 的话是 是它 P高的话 它就高 那to的话呢 是P低的时候 它就低 那这样会产生 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好 假设 我今天 P 是一个 mixture of Gaussian 两个Gaussian 好 那Q的话呢 我假设它是 一个single Gaussian OK 那如果 我今天我要找一个 Q star OK 那它是 from 的这个位置 OK 那 它会试着 找一个single normal 然后试着呢 在 两个 这个normal的高点 的时候 它也要高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normal呢 它 就 只好 因为它只有一个single mode 可是 P有两个mode 所以它就只好 把它的高点 放在 这个 P的两个mode 的中间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在P两个最高的时候 它对应到的 这个绿色的线 也会是 高的这样子 OK 好 那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求的Q呢 是 2的 如果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我要去找Q such that 这个KL divergence P from P to Q 这个Q 然后这个KL divergence 是最小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找到一个Q 它会试着呢 在 这个 P 的低点 低点 好 那 这个Q的绿色的线 也会很低 OK 好 那我们这边就只画一个 example 你可能会找到 像这样子的线 好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用看高的 它们就要看低的 就是说 它会在这个 这个绿线呢 会在 蓝线低的时候 它也会很低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地方 绿线很低 这个地方 绿线很低 那你有可能找到的是 另外一条绿线 在这边 很高 是有可能 事实上 这条绿线 跟这条绿线 它们在这个problem 得到的值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只是画 随便一边 OK 好 所以这边应该各位 可以有一点概念 就是说 这个Q-divergence的 Symmetry 对于我去求这个Q 这个Q 是一个Q-divergence minimizer 会有什么影响 那这些影响 跟你的问题 要怎么样做一个连结